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看这人开的房间 EV1虚心请教想上素材 既然想上素材想上电视的话 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对吧 这个对手呢开了一个EV1 打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他开的地图呢叫做 乡村乐 想当年呢我们号称春霸 这张地图叫做乡村了 然后我们开局呢 先造狗跑开地图 他说他虚心请教 应该是练技术的对吧 玩的也还可以啊 然后我们先跑开地图 出三条狗 这个地图呢比较穷 比较穷的话呢没有彩色荒 你打快攻的话也不太行 这个地图打快攻呢 成功率比较低 所以说呢只能打发展 重工好了以后呢 最少最少都要造 重工里面最少都要造三四个牛啊 你不多造点牛的话 等一下你发展不赢对手 你肯定就打不赢对吧 这个打仗打的是什么呢 打的就是经济啊 然后我们出一个重工 出个重工以后呢 我这个重工里面呢 我就直接点四五个牛 干脆点五个牛啊 先造五个牛 摸下对手的实力对吧 然后蜘蛛一出来呢 先咬狗 因为这个时候你蜘蛛去钻他呀 他估计也会造维修啊 等我这个蜘蛛走到他家 他第二个矿场就出来了 先把这个贪路的狗咬死 然后猫在这边 我们出一个矿场以后呢 也要造维修场 这个地图一定要造维修场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比较卡钱 你就算造第三个矿场了 也会卡钱 不如造个维修 等一下把基地拖下来对吧 如果你造电厂延伸了 没那么多钱啊 非常卡钱 你看我卡钱卡得很 然后他的蜘蛛来了 给大家表演一个小技巧 等他装我的瞬间打开啊 就可以吃掉蜘蛛 一装打开 看到没有 这个蜘蛛直接被基地车给吃掉了 这个比较冒险啊 但是我没事 我那里有维修场 对吧 万一失误了 没吃掉他的蜘蛛 可以修一下 然后他也出了一个维修场 也把基地拖过来 但是他能不能吃掉我的蜘蛛呢 直接吃掉 把它一装 有些粉丝也会问啊 他那里有维修场 你为什么要钻他呢 钻了他 他又修一下 你的蜘蛛不修死了吗 但是呢 钻了他 他修一下 别小看这几秒钟啊 如果是顶尖高手对决的话 就是发展慢个几秒钟 他就发展落后了 对吧 然后他又出了个蜘蛛 这个时候出蜘蛛就没有用了 这个造一个蜘蛛就行了 一个蜘蛛呢 就是影响下他基地打开的速度 你这个时候装我的牛没用的啊 我有维修场 装了牛呢 拖牛修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直接造两种工 你看我这个发展就比他快了 对吧 我两种了 他现在才一种 我八牛两种 他估计才八牛一种啊 我第三个种工马上就快要好了 然后呢 这个地图呢 一定要注意一个小技巧啊 就是这个牛车呢 一定要就近采方 有时间的话就控制下这个牛对吧 控制下这个牛就近采方 然后我们三种工 八牛的最少都要造到四五种啊 我们八个牛就没必要造矿场了 直接造到五种工 这样出坦克的速度呢 就比较快 然后控制这个牛就近采方 看到没有 不然这个牛啊 采的方他会走到老远去 这样采方效率比较低啊 我发展比他领先以后呢 我们就打个鸭子 直接冲过来 他这个资助端了我一个坦克 直接打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 你看这个对手呢 连家里的房子都不占 这个房子啊 不要进多的兵啊 因为这个地图比较穷 你开局造多的兵呢 进那个房子啊 你就会比较卡钱 你看他精打细算对吧 这个房子里面一个兵都不进 一个兵都不进呢 就有一个漏洞 我们直接造个防空车 装个四五个兵 等一下去抢他的房子 然后呢 坦克一定要吸引注意力啊 不吸引注意力 他就占了房子 他那个房子下面有个兵营对吧 然后我这边打地面 宣誓主权 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这边放六人 管快进他的房子 哎 进了他的房子 他反应过来了 反应过来了 这个时候呢 他想出兵占领都没用了 这个房子呢 就相当是我的地宝对吧 我这里有两个大地宝 守在这里 你看他只能打我的房子 打我的房子呢 以后你坦克就冒烟了 然后呢 把基地一卖啊 留的基地没什么用 这个房子里面多进一点兵啊 直接进满 把这个房子进满兵的话 他就不好整了 然后他想打 你看到没有 强行打坦克冒烟 吃掉两个坦克 然后再出个漏人 抢修一下 然后再进满 你看 这样他就很难受啊 这里有一个地宝在这里 他的坦克不太好 拉队形 我左拐一下 右拐一下 他就很难受 你看到没有 直接投降了 所以说那个房子呢 你多多少少要进一个兵 就把它占领 意思意思一下 对吧 你不占领 被我一抢 他就没得完了 然后来看第二局啊 第二局呢 这个房主呢 就换了个地图 他说要虚心请教 感觉打的还是可以的 他觉得那张地图呢 不是他的拿手地图 然后他就换了个地图 这个地图呢 叫做海啸啊 有些粉丝也经常跟我说 经常看我玩路战 很少看我玩海战 对吧 正好这个房主呢 开了一个海啸地图 这个地图呢 他是作战模式啊 可以出飞行兵的 然后我们先出空子部 因为我们在一个小岛上 这个地图叫海啸 在一个小岛 总共有四个岛 每个岛上面有两个油田了 我们这个岛上呢 你的狗呢 也不能游泳 对吧 这个红井里面 这个狗是不能游泳的 跑不开地图 所以说呢 一定要先出空子部 不能先出中空吧 先出空子部 拿视野对吧 这个地图飞行兵很有用啊 因为这个海战呢 你跑不开地图 只能用飞行兵 上面一个 中间一个 先跑开他家 他是先出两个电厂啊 这样他的发展就慢 我是先出两个荒场 再补电厂 电厂没必要那么着急出 因为他害怕卡电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手里要拿个防空炮啊 我也拿了个防空炮 这个防空炮呢 不要召集方 等他的飞行兵过来以后 我们再甩一个防空 不要让他拿到我家的视野啊 然后呢 我们出了七八个飞行兵 这个地图飞行兵 要多招一点 我飞行兵的数量呢 好像要比他多啊 但是我发现这个对手呢 他没有出防空炮 没有出防空炮的话 就有机会 得死一个飞行兵 看到没有 得死一个飞行兵 我的飞行兵 已经占优了 然后直接冲过来打电厂 你不甩防空炮 你就守不住 你飞行兵过来 我们不要动 不要动 我飞行兵比他多两个 看到没有 多两个他就打不赢 然后这个时候甩防空炮呢 他就吃亏了 他的飞行兵没有优势了 已经被我整死了好几个 他再去补那个飞行兵呢 就没那么多钱了 这个地图 造多的飞行兵比较卡钱 然后我们现在飞行兵有优势呢 抢油田就有优势了 对吧 他这波散兵投到我家 必须投到我家 然后我这波散兵呢 也投到他家 把他的飞行兵吸引回去 然后我们直接出一个直升飞机 到上面去占油田 这个观战的说 哎哟这个人是高手啊 你看到没有 观战的在上面打字啊 他说我是高手 然后我们这个直升飞机 走到上面 把油田一占 因为我飞行兵比他多 他抢油田抢不到了 他只能多招点飞行兵 趁你的飞行兵还没有打到一定数量 我们直接把下面的油田给他打爆啊 不要太贪心 不要想到站了上面的 又想下面的对吧 吃到碗里的 又想到锅里的 直接站到上面的就行了 把下面的油田打爆 然后他来打我的油田 你看到没有 这个油田呢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这油田呢 也要不到几个钱 主要是站了那个油田 有个好处 就可以直接把框场甩到那个上面去 我就有两片框了 看到没有 他就只有一片框 这边的油田被我打爆了 他出直升飞机也占领不了 所以说呢 他要开发两片矿区 只能造个船厂 造个气垫船把基地车 运到那个下面的岛上面啊 哎呀这边投力波散兵 投力波散兵 趕快把飞行民派回来 他想打我的油田 刚才我也说了 油田不重要 给你打 打爆了也无所谓 对吧 主要是这边框很关键 你看到没有 我这里有个框场 我可以踩这边框 我就有两片框 经济比他好 然后我中工里面补了很多牛 他等下这边框踩完了 他怎么办 然后这个对手呢 也知道自己烈士了 他就开始造海军出海豚了 我们现在不着急出海豚 反正我们的经济比他好 反正我们的经济比他好 我两片框 然后我这个飞行民现在没什么用了 我就想换他的高科技 反正这个飞行民打的后期没什么用 前面就是抢油田有用 然后结果换着你看没有换爆 哎呀飞行民死光了对吧 死光了没事 反正我家大业大有的是钱 然后我们管快补给一点海豚了 他现在海豚肯定比我多 因为他的船厂先出来 但是船厂出来先出来没什么用啊 我的超级武器比他坏对吧 我直接造一个超级武器 超级武器不要放在家里啊 直接放在上面 放在家里等下他也出了超级武器 他船过来会打我基地对吧 我直接放在上面 然后他把我下面的船厂拆掉了 我们在上面也出个船厂 他这样一直造海豚 一直造超级武器跟我一样 等一下他的经济就不如我了对吧 因为我两片框啊我非常有钱 他的存款越来越不多了 马上吃完了他就没钱了 然后他又来了几个飞行兵要打什么 我上面有防空家里有防空车 他就打我的船厂 打我的船厂呢我们造一个神盾 然后我的海豚的数量也堆积起来了 堆积起来了我就去拆你的船厂 你拆我船厂我就拆你船厂对吧 把你船厂一拆 抢占制海群啊 然后他的海豚又在拆我上面的船厂 没事我们把海豚派回来 派回来以后呢飞行兵停在海豚头顶上 看到没有 只要一选行我的飞行兵就会打他 你看他的海豚打不赢了 打不赢他又造一个船厂 你跟我拼经济你拼不赢了 你家里的矿都吃光了 牛车都在挖土 然后我们的超级武器比他快啊 超级武器比他快呢 就造一点光临坦克 然后再出一个闪电风暴 把家里黑起来啊 我在家里造了黑幕 他看不到我家 我看得到他家对吧 然后我的超级武器倒计时比他快了一分多钟 这个对手马上就守不住了啊 他已经没有制海拳了 他的海豚死光了 船长也出不来 然后牛车罢工了 你看到没有 他那个牛车在家里晒太阳 踩不了矿 没矿踩了 然后我们这个超时光好了以后呢 直接传过来 打他的超级武器啊 你看他守住自己的超级武器 没事直接传过来干爆他的超级武器 干爆超级武器 这下他完了呀 他没有超五 没有海军了 没有船厂了 没有矿了 怎么办 就算我那一波超时光 没有打掉他的超级武器 他也赢不到啊 因为他的经济不行 没有矿了对吧 我没的基地 就算我那波超时光没有打爆他 他几个飞凶把我基地干掉了 我没基地没事 我有钱 我可以造很多飞行兵 造很多海军了 他就没了啊 然后来看第二盘 上一盘呢 他想开发两片矿 他只能造气垫船 把基地车运的那个小岛上去 但是我水里面有海存 他的那个气垫船运不过来 然后来看第二盘 第二盘呢 他还是开了这个地图啊 他觉得他这个地图比较拿手 对吧 然后我们再跟他玩一盘 这一次呢 我们把防空炮藏的基地车 后面看到没有 来一个幻影防空炮 他就看不见 你看飞到我家里来 就被我防空炮整死了 然后我们的飞行兵数量呢 比他多 这个对手啊 他的建筑喜欢乱摆 你看到没有摆得很远 他一个防空炮了就覆盖不到 我这边来打你的矿场 打你的矿场 你只能卖掉 在下面出了个矿场 然后我的飞行兵比他多 这一次你要操作好哦 没操作好 等一下飞行兵 没打赢 又少了飞行兵 等一下他抢油田 又抢不到啊 然后我们再打你的矿场 你不出防空炮怎么行 我都花了一千块 哎 终于骗了一个防空炮 你看他的防空炮乱摆对吧 上面的电厂就覆盖不到 我们这个防空炮一定要保护电厂啊 我那个防空炮特意是放的 两个电厂都可以覆盖得到 那防空炮保护不到电厂啊 等一下打断电 他又防空炮又没电了 我们散兵投的他家 他散兵投的我家 但是没事对吧 一几个散兵 我们出个低宝就行了 我这波飞行兵配合散兵打他的油田 你看 把他油田打爆了以后 又可以打电厂 他没有电了 看到没有 没有电了飞行兵过来又打不赢 这个对手瞬间就没了啊 所以说那个防空炮没有放好位置 他的手不住了 一旦抓到一个小小的漏洞 就没了啊